大家好,我是老黄 今天谈两则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每日邮报 今天的新闻就是说 英国最大工会有一个助理秘书长 他的名字叫霍华德 他昨天在他的推特上面发表了一篇短文 就是说他指责英国政府 就是英国内政部大臣帕特尔 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同时也说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 他说应该把帕特尔驱逐出境 而且他还不是难民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难民 他不是难民帕特尔 但是要把他驱逐出境 赫华德就说帕特尔 他是令人恶心的 他可以和任何制度性的种族主义站在一起 所以说他是恶心的 但是因为他这个话可能说的比较过分 那么在政治政坛里面引起了一些反响 所以昨天工党就做出一个决定 就暂停他在工党里面的职务 今天他又发表了言论 他说他已经为昨天的话道歉 但是他还坚持批评这个帕特尔 今天在这个天空新闻的节目中 为了平息争议 他呢就委婉的道歉 就是说我字面上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而指责他是种族主义 因为这个帕特尔呢 他是那个印度后裔 这在英国这个政坛里面 这个当前的英国政府里面 还算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官员 而且这个官位做得还很高 他是印度后裔 那么这个霍华德呢 就是说呢 这个字面的意思 本意我不是那个意思 赫华德呢 就告诉这个管播公司 他这段推文显然不是字面上 你们理解了这个意思 但是我还是认为 内政部这个大臣呢 应该被驱逐出境 尽管我反对任何形式的驱逐出境 但是这个帕特尔应该是驱逐出境 显然我想要说的是强调一个事实 帕特尔站在精英主义和特权阶级的立场上 这是一种种族主义 那个对于那些警方 被警方囚禁在格拉斯哥的人来说 这是非常真实的后果 这是国家执行种族主义立法的部门 所以这个霍华德他说 我想强调这一点 但是他也说 但是很明显 我很后悔说了这些话 有些人是在字面上看到的 我为那些话道歉 我在半小时内就删掉了这段推文 昨天呢 两名 这个现在知道 昨天那两名呢 那个被抓的 在格拉斯哥被抓的 那个寻求庇护者 他们是印度 印度人 印度后裔 从印度跑过来 申请政治避难的 那么在数百名抗议和警方对此以后 那个被释放了 然后当时呢 获得了巨大人群的鼓掌欢迎 这两名印度男子最初是被边境部队的官员 拘留在面包车里面 例说呢 这个最有 这个那个霍华德本来是最有希望接任英国最大工会的一个领导人 他是一个候选人啊 在这个之后呢 因为他呼吁这个应该把帕德尔驱逐出境 所以呢 他被工党暂时呢 暂停职务 同时呢 还有人啊 据称啊 向警方报案 就说呢 这个霍华德呢 散布这个仇恨 就用仇恨罪向警方报案 这是今天这个新闻啊 就可以看出来 这件事情呢 在英国的这个社会中呢 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个两极风化 第二个新闻是 伊朗庇护寻求者洗清了海峡走私的罪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有一个伊朗的庇护寻求者 他在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呢 他是在一手呢 这个很拥挤的这个橡皮艇上面啊 他是驾驶员 因为一位皮艇嘛 后面不是要有一个掌舵的人吗 他是掌舵的人 当然他说呢 我们是轮流掌舵的 那么当时呢 他被那个移民局 就是边境海关的这个人员 在海上救起来以后 他申请了政治庇护 后来呢 他就被送到法庭去 他被法庭判刑 说那个协助走私罪 入狱 然后在这个监狱里面已经度过了17个月 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上诉权利 他一直在上诉 所以今天的新闻 他的定罪在重审中被推翻了 也就是说他没有罪 他的律师和支持他的那些人权活动 那这个表示 人权活动 那人是表示呢 该判决可能会让目前因走私指控而入狱的其他移民 被获释 从而使内政部起诉 内政部起诉谁呀 内政部呢 他抓不到那些黑帮分子 抓不到那些舌头 也无法和法国政府那个达成协议 他们呢 现在就把这个怒气呢 把这个拳头 惩罚的拳头呢 就放在了 打击在这些 这个寻求庇护者 为什么他们要判他的刑 因为你只要在海上面 在橡皮艇上面 你是坐在最后面那个掌握舵的人 就是说你是橡皮艇的驾驶员 你就是协助走私犯 那你就要被判罪 但是英国这个内政部这个政策呢 现在受到了挑战 因为这个伊朗人呢 现在被判无罪 释放 这个事情是2019年7月 这个31岁的 这个叫卡卡伊的这个伊朗人 他和一些人呢 就坐了一个拥挤的小橡皮艇 从法国 在英国的这个海岸上呢 被那个英国的海关人员呢 被救起来了 他被驱逐到丹麦 但是呢 他从丹麦又回到法国的海岸 并在那一年的12月 就是在19年的12月 他第二次又横渡英吉利海峡 他被抓了 他当场申请了政治避难 他向英国政府当局承认 他之所以改道 他之所以驾驶这条船 是因为他对别人不放心 他要自己驾驶 他不想死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他不想被海浪给吞没 今年1月 这个英国的一个刑事法庭 就判他有罪 说他判他呢 两年零 两个月的监禁 但是呢 上述亭呢 在今年的3月份 推翻了这个判决 这名这个伊朗人的律师呢 在本周这个重审成功的时候 辩称他不应该被判刑 判违反了移民法 因为他本来打算 他的目的是在海上 被移民官救起来 然后利用这个救起来的机会 他就申请政治避难 所以他不是说要偷渡 违反这个边境法 而去破坏这个边境法 今年3月呢 这个英国现任首相呢 这个约翰逊就表示 政府将无情的加重打击 那些对任何参与这种偷渡 和贩卖人口的人 要对他们加重判刑 这个皇家的检察署呢 在以前呢 他们决定起诉那些 在橡皮艇上 因为这些人 他本身就是政治避难的人 但是呢 我呢 下一个视频呢 我想对这个问题 探探我的看法 稍微详细的谈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皇家检察署呢 就是说呢 在橡皮艇上啊 只要你手握住了这个舵把 你是驾驶员的话 你就算舌头的一部分 你也要判罪 那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政治庇护者 他认为你就 但我对这个看法不一样 其实很多的这个英国的人权组织 对这个做法呢 都持批评态度 因为在船上面 这些冒着生命危险跑过来的人 这不是犯罪分子啊 舌头绝对不会在船上面啊 架着这个船 把他这个人舌运到海岸上去 他要死啊 谁会去冒这个险给再多的钱也没人去干 那么慈善机构认为呢 这个皇家检察署这么干呢 是由于受到了政治压力 但是英国政府他否认这一点 这个卡卡伊的律师啊 他就告诉这个媒体 他说这个案子呢 成功的上诉了成功了 然后可能会被导致其他同样罪名关在监狱里面的这些那个移民呢 会得到释放 他说呢 关键问题是船上的人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是打算在海上面被英国移民官拯救 而不是打算上岸非法入境 他们是来政治庇护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违反移民法 这个律师说呢 这一判决让人们呢 对未来起诉的可行性呢 有了严重的怀疑 这个具体案件得解决的时期呢 由于这个案子在上诉期间呢 很多类似的案件呢 就积累在那里 暂停审理 现在很难看到他们有可能继续被审理 由于这个案件的成功啊 因为这个伊朗人被判无罪嘛 所以其他的案件估计呢 都成功不了了 继今为止啊 已经定罪的案件呢 也提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些呢 已经正在服刑的 这些这个所谓的橡皮艇上的偷渡人员的驾驶员 有些人他们虽然已经认罪了 但是他们现在很可能再次去上诉 他说呢 我这个客人呢 卡卡伊呢 情况有点不同寻常 他曾两次穿越英吉利海峡 第一次由于特殊原因 他没有申请政治庇护 被送回丹麦 第二次他试图再次抵达英国 尽管如此 他现在被判无罪 其他有的案子 比他这个情况还要糟糕的 所以说更不应该是有罪 应该是无罪释放 内政部有一位发言人呢 今天说呢 我们对今天的判决深感失望 并正在与皇家检察署一起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他说英国政府啊 是要决心打击那些为非法入境提供便利 危及生命的罪犯 嗯 今天的视频我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